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現在影子要來錄一下 克魯賽的戰記 那我打算在 禮拜日早上 九點鐘的時候 再跟大家講解這一次的 改版資訊 那我今天主要呢,就是要來抽角色啦 這次改版呢,是多了四隻新的角色 那罪惡裝備的第二波 有兩隻男的,有兩隻女的 他還蠻佛心的 他第一波跟第二波同時出來 就是之前的那七隻又可以抽了 但是而且他是分開 所以之前已經抽過前面七隻的朋友呢 就不需要再抽 不需要再去抽前面七隻 可以直接分開抽 我本來以為他們是一起 所以他這樣分開還不錯 那另外多了一些服裝啦 主要我覺得還蠻好看的是這一隻 瑞秋 瑞秋的服裝這次出來蠻好看的 之前有一個 服裝是主唱瑞秋嘛 以前的服裝這一個雖然沒有那麼好看 可是他加攻擊力加暴擊率 攻擊力加150這還加蠻多的 然後暴擊率加5% 但是呢 這一個是加命中率跟暴擊傷害 所以 我個人認為如果傷害要高的話 瑞秋一般是拿來推圖的嘛 所以 傷害要高的話應該是那個主唱的服裝會比較強一點 那 加命中率比較偏向於那個大亂鬥啊 跟PVC 而且PVC通常不用瑞秋 因為暖擊太慢 大亂鬥的話 這一個或許還比較強一點 但是一般推圖是主唱那個服裝比較強 但是這個真的蠻可愛的 蠻好看的 那另外有什麼里昂的啊 里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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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的還不錯啦 因為里昂的攻擊 如果有專武的話 其實 傷害還有看體力的 那 史黛拉呢 魔法防禦力喔 就是加他的 加他的那個 怎麼說呢 耐打度啊 曼巴是加命中率 魔法防禦力 暴擊機率跟暴擊傷害 這是心槍的 然後還有瑪莉亞 瑪莉亞沒有加血量耶 我覺得有點可惜 瑪莉亞補血量 是以他自己本身的血量來算的 加他衛力防禦力跟魔法防禦力 也不錯啦 但是 我覺得 反正他這隻角色 沒有說很必要去買他的裝備 買他的服裝 所以這一波 最新出了這幾隻 這六隻服裝呢 我沒有一個想要買 除了瑞秋以外 那瑞秋沒有之前的牆 我已經買了之前的主唱了 好啦那 新角色的話 我決定 下次再跟大家介紹囉 我現在主要是要來抽 我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圖鑑 有沒有新的圖鑑 新的圖鑑就是 新的那四隻角色 不要先抽到才有 角色介紹 我禮拜 台灣時間禮拜日的早上直播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囉 另外呢 我前兩天沒有上傳影片 是因為我 買了新的CPU的時候啊 在裝新的CPU的時候 把下面的 CPU下面有一些小小刺刺 我不知道那個 叫什麼名字耶 應該是 鐵針吧 那些小刺刺 不小心被我壓到了 然後呢 主機板整個就壞掉 完全沒有反應 整台電話完全沒有反應 所以我必須去買新的主機板 然後 我另外又買了新的顯示卡 然後買了新的主機板之後呢 裝上去又發現我本來的 Memory Card 就是 記憶卡 本來的記憶卡 跟新的主機板又不合 結果我又跑去買新的Memory Card 所以呢 幾乎就是整個電腦大更新 所以現在錄遊戲 比較好畫面的遊戲 然後加直播加錄製的話 應該是不會那麼卡 不像以前這樣 就是配備現在已經升級了很多 不過我的錢包很哭泣啊 錢包在哭泣 超慘的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所以我們來抽角色吧 這集主要就是要來抽角色 那 應該不會錄很久 我打算抽150鑽左右吧 希望會來一些新的角色 我想要那兩隻 女生我比較想要 那兩隻男的看起來好像 沒有很強 現在有點卡是因為剛更新完 可能 大家都在抽角色 或者是大家才剛 剛更新剛上限吧 所以 他會賺有點久 為什麼我拿到三星的角色 他會送五星麵包 一般是送 抽到三星應該是送四星的 他獎勵好像有改齁 獎勵好像改了齁 轉圈圈 他現在獎勵是送多兩星的耶 所以現在抽 抽角色還不錯耶 可以順便拿麵包 都是白馬車 來給我一個金馬車啦 我的金 我的鑽石啊我 金馬車 金色的 金色的 就是你了 你賺很久 你賺很久 大家都在狂抽啊 現在 我覺得我運氣好差喔 欸來了來了來了 來了 來了 讚喔 那我建議大家呢 想抽角色 就是你角色很少的話 最後裝備它其實 是一個非常好的 怎麼說呢 就是 角色又帶專武啦 所以還不錯 然後最後裝備的角色 一般不會弱到哪去 金券角啊 所以是必抽中金券角 不會有白券角 然後又送你專武 是個很好的 很好的 選擇啦 如果你不知道你鑽石要畫哪裡的話 哇 連續兩隻耶 好讚喔 然後繼續抽 看能不能抽到另外一隻女的跟 跟另外一隻男的 勇士到上限啦 欸現在還不錯喔 你看他角色 上面會直接有一個標章的圖案 這個宣章 就是你已經把它升到 升到滿級過了好像 欸還有這樣子啦 他會寫出來 現在做的還蠻不錯的 他會寫出來 你送回去的是什麼角色 白馬車 我應該說金馬車喔 不是白馬車 雖然他馬是白的 可是他 後面車子是金色的才對 看我剛剛講錯 所以我難怪一直給我擺馬車 好啦我要金馬車 還是給我擺 集馬車 來了 欸我只差一隻耶 我差最後一隻了 可是 最後一隻機率也太低了吧 我覺得機率 機率 剩四分之一的機率抽到 還不錯我抽到三隻沒有重複耶 好 在最後一輛金馬車我就不抽了 在最後一輛 我想看會不會抽到最後一隻 剩下那個Johnny吧 就是黑色帽子的那隻槍手 來吧 Johnny Johnny就是你了 Johnny咧 快點 我大約抽到 如果沒有金馬車的話 我大約抽到50鑽左右 我就會停 不想把鑽石全部花光光 很慘 鑽石至少要留一些 大約還可以再抽四 四次吧 六四二十四 對啊 差不多四次 再抽四次 Oh my god 感覺好像花六顆鑽石買一顆五星麵包 好虧喔 來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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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你了對不對 就是你了 Johnny你要來了 Johnny Johnny 唉唷 好啦再說兩次啦 再說兩次 Johnny你要來了對不對 Johnny我知道 I love you Johnn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他這個賺很久很煩 會讓我很緊張 Oh come on Oh shit 最後一次了 Last one Johnny Johnny is coming out I know there you are Johnny Oh come on 好吧我跟Johnny無緣了 既然跟Johnny無緣 我先來看一下Johnny他的 Johnny他的技能是什麼 因為我沒有拿到他 隱藏角色在最下面 他是劍士 訓練值到滿的時候攻擊力有上千 所以以劍士來講他攻擊力還不錯 暴擊率有點低啊 暴擊率吃完果實才 什麼 吃完果實怎麼才20啊 這也太低了吧 威脅防禦力還蠻高的 魔法防禦力有點低 暴擊傷害也不算高 這種防禦力都一般般 使用方塊技能時造成攻擊力的 三消才250%有點低 迷霧斬 隊友級自身使用三消時 立即向對方認出金幣 哦 所以跟那個韓劍有點 有點像 就是你完全不用消快 就會一直用 就會扔金幣 每擊中對方兩次時 方塊技能的傷害 上升50% 所以兩個 全隊有兩個三消之後呢 技能方塊上升50% 所以就是三消的時候會變成 上升50%也沒多少 就375 最後使用方塊 使使用造成自身攻擊力500%的 那就是我的名字 自身攻擊力500%的物理傷害 所以投資敵人金幣兩次的時候 然後變成三消的話就變成是 變成375% 然後再造成自身攻擊力500%的傷害 應該是這樣吧 我不太確定 他那個說明有點怪怪的 還另外還要看他的專武 因為他要 要知道專武才知道他到底槍不槍 Johnny的專武 施放被動技能時間5秒內 無視對方50%的物理防衛力 使用方塊技能時發動鬼牌 造成自身攻擊力700%物理傷害 等一下 感覺有點強耶 等一下 使用方塊技能時發動鬼牌 所以任何消都會發動鬼牌 造成自身攻擊力700% 好像有點強 我沒有抽到他是不是很慘 感覺有點強 說不定這次角色最強的是Johnny 我就吐血了 好 來看這隻 這隻滿的時候攻擊力是891 有點低 體力還蠻高的 暴擊率快40 這是蠻一般的 暴擊傷害有點低 防禦力還挺高 防禦力有點高 命中跟閃避都偏低 使用方塊技能時造成 攻擊力的 270%魔法傷害 他是補助型 所以是單消 施放自身攻擊兩次後 所以是單消 單消兩次之後 消除自身方塊即可發動羽人 喔不對喔 他自動攻擊是那個 不是消板 他是走到敵人面前砍 打兩次之後消除自己方塊 可以發動羽人 羽人將造成自身攻擊力的 蛤還要看消快 來看傷害的 三消的話就是500% 魔法傷害 並將隊友全體暴擊率4秒內上升20% 蛤 補助型角色嗎 會幫全隊加暴擊幾率 另外按照消除的方塊 羽人將受到連鎖判定 羽人收到連鎖判定是什麼 最後一句我看不懂 羽人收到連鎖判定 他本身名字叫羽人是不是啊 等一下 他本身角色名字叫什麼 不是啊 他不叫羽人 是召喚的意思嗎 羽人是一個召喚出來的角色嗎 好像是耶 然後之後 之後在發動消除方塊的時候 羽人就會照著之前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啦 就是3秒內才發動一次有點慘 跟鬼法有點像的感覺 如果是召喚的我不太確定啦 專武器釋放被動技能4秒間 全體命中率提升 哇靠 等一下 提升45也太多了吧 釋放被動的時候4秒間 隊友全體命中率提升45% 提升好高 並使用鋼鐵女孩造成支撐攻擊 三消才560 鋼鐵女孩馬上使用羽人 我覺得這隻要綁三消耶 所以 好像沒有很厲害 因為他的攻擊力三消會比單消高很多 雖然他是補助型角色啦 這樣子的話 如果配尤莉亞還蠻厲害的 因為他是近戰 然後你配尤莉亞的話 尤莉亞當隊長 只要尤莉亞三消 他就會三消 然後會幫全體加命中率45% 再加暴擊率20% 傷害一般般 然後另外兩隻是 有一隻是垂系的 這一隻呢 哇 垂系的攻擊力有上千的很少耶 體力算低耶 體力在垂系之中算低 可是 以劍系來講 差不多啦 還不錯 因為他以他的攻擊 他的攻擊力蠻高的 命中回避的都算偏高 魔法反彈力又高 中等啦 以垂系來講 暴擊率中等 看一下 消除方塊的時候 使用造成攻擊力的 這個很正常 主力型消除三個自身方塊 馬上會啟動 正處於成長時期 吃肉的意思吧 之後兩次的方塊技能變為RTL RTL將造成攻擊力的 好普通喔 所以你必須要第一次自己三消 第一次三消之後呢 下面兩次的三消 會造成500%的魔法傷害 好爛的 好爛的被動 訓掉 不過他看他一下專武吧 說不定他專武很猛 不一定 來 施放被動 技能10 5秒內增加100%魔法穿透力 雷神 後裏削1000% 會變成雷神的意思 所以就是說他三消之後5秒間內會增加魔法穿透力100% 增加100%喔 可是這樣還是要洗魔穿啦 因為要有一個魔穿 然後他才會增加100% 所以魔穿不一定要洗太高啦 當然越高是越好 然後他會再加倍魔穿的意思 他不是無視敵人防衛力喔 不是無視敵人魔法防衛力100% 他是增加自己的100%魔法穿透力 然後 三消之後的雷 那個 三消之後再消的 會變成雷神 然後攻擊力 如果是三消的話 變成1000% 我想一下喔 以他的攻擊力 然後再加上 1000% 打1萬 有貝提利斯 好像也是要跟尤利亞跟貝提利斯搭配耶 尤利亞學那個 學圖騰 然後變成貝提利斯跟 他本身呢 就會變成單消變成三消 然後尤利亞再三消他又會三消 就是這樣子啦 然後貝提利斯可以幫他 幫他加1300的傷害 所以他的攻擊就會高一倍 還不錯 不過當然之後要測試啦 我禮拜天直播的時候 在 在看哪一隻我會先練到六星 然後給大家看 欸這隻是法師喔 我上一次的七隻內 只有法師沒有抽到 所以這一次呢 我剛好抽到這隻新的法師耶 這隻我還蠻想要的 還不錯 消除方塊的時候造成攻擊力的 這個很正常 解放斷 投資所 就是他那個黑球會丟出去吧 使用兩次自身方塊技能後 將幽靈設置在自身位置上 幽靈離隊友太遠或者觸到對方時 將爆炸 達成自身攻擊力的258魔法傷害 258很低耶 當設置幽靈時 發動方塊技能將召喚出夜魔女 蛤 又有夜魔女又有騎兵 怎麼感覺很屌 等一下 魔法師 欸還有魔法師喔 有三種 隨從會向對方突擊造成攻擊力 OK 所以夜魔女是造成100% 騎兵造成230% 魔法師造成458 怎麼感覺跟那個 那個艾莉絲有點像 召喚那些方塊兵啊 黑桃兵之類的 並且每個隨從攻擊對方時 將賜予而外的效果 夜魔女是5秒間內 遭受到攻擊的對方 魔法防御力減少20% 20%有點低 所以這還好 但是無不曉得 奇兵5秒內 時間捷克歐的攻擊力上升 30% 所以雙消的話 他本身攻擊力會上升30% 那三消的時候 召喚出魔法師的話 你是1秒間內 遭受攻擊的對方暈眩 等一下 那他一直三消不就一直暈眩敵人 1秒鐘喔 雖然不是很長 可是有暈眩還挺賤的 我怎麼感覺這次出的角色其實寫補助型 可是其實都是需要三消的啊 感覺都這樣 因為他就是看 消的 多少來看他的攻擊力 好啦看一下他的專武 點錯了 本身方塊看起來就還OK OK 好 我們剛剛忘記看他的攻擊力多少 加到滿的時候 我們來看一下滿的時候 2149 之前攻擊力最高的好像是水滴法師嘛 我們看一下水滴法師最高多少 1984 阿嬤咧 1965 所以他是整個遊戲中法師攻擊力最高的耶 突破2000多了 體力好低喔 體力沒有跟阿嬤他們差不多同等級 暴擊一般般 暴擊傷害一般般 命中迴避有夠低 防禦力也不高 好啦來看他 不過他攻擊真的很高 來看他的武器吧 黑球球 然後 隨從的攻擊力上升50% 還滿還不錯啊 就是所有的攻擊力上升 爆炸傷害提升50% 所有攻擊力等於所有攻擊力提升50%的意思 然後 召喚隨從3次後消除方塊時 召喚出全部的隨從進行攻擊 使用造成捷克歐自身攻擊力的 1000%魔法傷害量的I want out 蛤 所以有了專武之後 這隻變成單消角色了 因為 因為他說召喚隨從3次之後 消除方塊的時候 所以 所以你就是盡量趕快把隨從召喚3次 然後他就會使出自己 他就會一次召喚所有隨從 然後使出自己1000%的傷害 這樣很猛欸 他本身攻擊力就有夠變態了 所以他這隻算單消角色 那 我覺得他要學的技能就是魔力回收啦 他方塊越多越好 就是這樣 那其他兩隻角色呢 垂系的這一隻 因為他的攻擊力不是 他的攻擊力不是看他的 不是看他的防禦力來算 因為很多垂系都是看他的防禦力或血量來算 他是以他本身的攻擊力算 算傷害的 所以呢 我覺得他應該學一些 干擾的就好了 或是幫全隊加buff的 正義化身我覺得不太適合他 因為是加防禦力的 然後吸傷他的血又很少 所以不太適合正義化身 可能就是 鑽鑽鎚吧 鑽鎚鎚也還可以暈人 反正就暈人 或是加全隊防禦力的吧 那另外一隻那個 應該還是玩吸血囉 感覺還是玩吸血 就新的那個 羽仁 召喚羽仁的那個女生 這隻感覺也是玩吸血類型的 持續攻擊 而且他是魔法傷害 這些角色我覺得這次出的角色都是 專武都是AA為主了 我們來看一下我剛剛抽到的專武是 怎麼屬性 現在有點卡 那我禮拜日直播的時候就是跟大家分享 我會把一隻先練到六星 我還不確定哪一隻 應該是法師吧 我會先練到六星 把專武拿一拿 然後結束今天的視頻 另外聽說煤被改了 煤的血量好像減少了 那詳細的改版資訊呢 我禮拜六的時候 禮拜日的時候直播的時候 我再跟大家看 有什麼要補充的 因為今天有點晚了 我本來想說連角色都不介紹 今天有點晚了 明天還要上早班 我又剩六個小時可以睡而已 來吧 全部給我AA 欸 我在幹嘛 點錯了 呃 怎麼看呢 在這裡呢 先看劍系的那一個 好爛 DF喔 DF 我現在暫時先不洗他屬性了 我練法師 我先練法師好了 然後直播的時候我給大家看法師 那我法師如果不是AA的話 我會把他洗掉 我會把他洗成AA 其他的我就先不洗屬性了 等要練那個角色的時候 我再去洗他 感覺這隻錘也是一個輸出欸 AF喔 AF還可以 因為他本身暴擊機率很低 大家記得嗎 他本身暴擊機率 呃 如果低於 如果低於35%的話呢 呃 最好是 有個功能增加爆率還不錯 而且他只要一個攻擊就還不錯了 因為他本身會再加100%的磨穿 AD喔 我覺得這一把AF算是頂專囉 因為他本身吃完果子暴擊機率才20%出頭 20%出頭 超低的 所以或許AF會比AA好 所以這個應該算頂專了吧 只會把他拿來當彈 目前看他方塊來看 感覺他是一個輸出啦 因為打1000%還不錯 然後再來是法師 拜託給我AA吧 AD喔 瞬間改造他 重置屬性 剛剛大家看到了吧 我剛剛也有看 應該沒有說需要寫上線來看他攻擊力吧 我學越改越爛 欸不對欸 根本沒變 再改 給我AA AF喔 AF要留嗎 我還有幾張票 還有7張 AF不是頂欸 因為他的 他的本身暴擊機率就40%了 是會爛一點啦 想一下喔 是會弱一點沒錯 可是也差不了多少啦 好啦 不然我就AD先留著好了 就洗 就洗暴擊機率跟 呃 跟磨穿就這樣 好啦 我們這一集就先錄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囉 影片在這邊跟各位說掰掰 大家我們 禮拜日的早上9點鐘再見啦 掰掰